但是就因为这么点事 就三天两头跟我吵架 我就感觉他管我管得太多了 我就是拿手机 然后聊天呢 跟谁聊 跟我以前的一个朋友 那就是他前女友 那你说清楚啊 你这孩子 就是简单地聊到那儿了 也没有说别的事 就是有一次我生病 然后他给我煮了一个蜂蜜水里水 然后就是一锅 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然后拍一张照片 还晒晒晒朋友圈 然后他后来呢 我看见他把这个照片 就发给另外一个女生了 然后后面还说了一句 离开你我学会的照顾人 这肯定是他前女友吧 然后我上去就把他手机夺过来 抢过来手机以后 看见他前女友 又紧接着跟他说 希望我们俩早点分开 希望我早点离开他 那你前女友有什么意思呀 这么说 人家就是聊天聊到那儿了 也没有说什么别的 你也都看见了 我就是说发个照片 感觉跟人分开以后 我说我也就是出了个新的女朋友 也挺好的 跟人秀一下恩爱 你说你老把问题想得这么严重 他老是爱追究这些事 就追究我跟我的异性朋友 同性朋友 上次我们班要出去玩一玩 可是他就死活不让我去 对呀 他们以前男男女女的 还晚上夜不归宿 那我怎么能放心他呀 我必须得跟着他去 他要不带我 我就不让他去 带你去了吗 带了 最后带了 那不就没事了吗 带他去了 他到那儿闹得特别凶 就是玩个真一话大冒险嘛 然后我输了 输了以后就是说让我拥吻他一首歌的时间 我觉得这尺度太大了 我根本接受不了 然后呢 你做了什么姑娘 然后我就跑了 跑了 你跑之前做什么了 他跑之前 他把我周围的朋友全骂了 说他们玩一些不入流的游戏 我就只能安负我朋友 我说你们先玩 然后我出去解释一下 出去解释我都找不着人了 然后打他手机他也关机 去哪了 我第二天才知道他回宿舍了 是啊 我当时是回宿舍 你第二天看见我 你也不先安慰我一下 上来又开始怪我 那我当时就跟你说了 我不想跟他们玩这种这么无聊的游戏 你非要拉着我玩 最后闹成这样 然后你又怪我 不是 你知道我那天晚上 我们找得多着急吗 我们全班人谁也没玩好 都去找他了 有脾气 你也不能这么乱发呀 我就感觉他对女生 就是过于关注 总是有一些这种行为 让我接受不了 就是比如说 他就喜欢看那什么硬客 就是美女主播那种 然后还花钱给人买小礼物 我觉得这样太肤浅了吧 你给他们买什么礼物 你认识他们吧 对 给你买就对了 对吧 对啊 就应该这样 你这臭小子 你看 那些就是一些娱乐节目 我感觉挺有意思的 然后看了我也挺开心的 就花了点钱 其实也没什么 但是在他看来 这些都是天大的事 我感觉我们俩现在 就是性格上 已经差异特别大了 可能最早看上他 是不是也因为他挺单纯的 对 当时单纯点 我感觉也挺好的 没想到单纯之后 就是感觉他太过了 我感觉现在 那现在怎么了 就是我跟他说过 他也改变不了 我也没法再融入他了 我就感觉现在 已经异地了 怎么叫已经异地了呢 就是当初是说好了 要去北京就一起找工作 但是我们家突然说在唐山 给我找好工作了 我就回去了 我今天来就是想接着 就是已经异地了嘛 然后感情也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就分开吧 不行 我坚决不同意 人都要跟你分了 你干嘛还非要跟他在一起啊 那他都亲过我了 怎么能跟我分手呢 你看他还是这样 只是亲了一下啊 就是把前纪念日那时候 还是那一次 就是还被打了一耳光那一次是吧 对 那他亲过我就得对我负责呀 他要不对你负责怎么办呢 那我就不跟他分手 你就不跟他分呢 你家里几个孩子呀 就一个 就从小我妈自己带我 也挺不容易的 爸爸呢 就早就和我妈妈分开了 母亲是不是特别呵护你 对 我妈从小就告诉我 就是对男生要保持距离 女生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要矜持是吧 对 那就是因为他亲你 不是因为你喜欢他是吗 我也喜欢他 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而且是我初恋 我们俩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挺好的 我感觉就是 我们俩既然选择在一起 我也是鼓得挺大勇气的 你如果有什么问题 咱俩不能解决吗 为什么非要说分手呢 我通过一段时间去改变你 我也通过一段时间去 我想着要融合你 但是我发现 已经 已经没有希望了 非跟他是吧 让三位老师帮你 他们要帮不成你怎么办 那你帮帮我呗 我没戏 孩子太可爱了 还一起进入丘比特分卷 妈妈去哪了 妈妈现在在北京 没有 我觉得妈妈 附体了 就在你身上 你所说的话 包括你的很多观点和习惯 都是 我方会在澎大利亚的里面 你不会听到最后要蹲下 我会在澎大利亚的里面 我还是有有心鱼的里面 就这样打一张 你不停地找租 你要有心鱼的里面 就这样打算 我有一点 想要低血 我可以压制吗 你不停地找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成长吧